小廚房煮大餐 大家好 又是我小廚房煮大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這個 猴頭菇煲花生微豆湯 這個湯很適合現在的天時 忽然忽熱或是脾胃虛弱 想作感冒時喝的朋友就最適合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的按鈕 按旁邊的小叮噹 你就不會錯過我的新影片了 今天就看看這個湯 究竟如何處理 今天煲湯是用了一斤細剪的部分 我喜歡用細剪是因為煲湯會比較甜 以中醫的角度來說 豬肉是屬於盛平的食物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煲湯 都會用到豬肉 途中所見的雞腳 是上次吃雞剩餘的 如果大家有都可以加起來 沒有就可以省略 我們現在首先凍水 將它們出水 在處理豬肉出水的同時 我們看看花生和微豆 花生最少要浸泡3小時以上 微豆不需要太久 大概浸20分鐘就可以了 兩樣食材都有健脾胃的作用 浸完水後 最重要是把水倒進去 今天煲湯我會用到一個喉頭菇 我們選擇喉頭菇 最重要是選擇它是金黃色 不要有黑點就可以了 現在用水 將喉頭菇浸軟 先把喉頭菇浸泡 很多時候喉頭菇都會有少少稠味 我們怎樣處理它有稠味 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浸喉頭菇的時候 我們要不停拿手拿喉頭菇 讓它啡色的水出來 喉頭菇就沒有了稠味 但記住 我們期間要換四至五次水 它水拿出來才沒有啡色 我大約換了五次水之後 你看到喉頭菇的時候 那些水已經沒有那麼黃 現在就可以了 豬肉很快就出水了 看到很多血污浮在上面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沖乾淨 先沖乾淨 沖乾淨 沖乾淨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買新鮮的豬肉的時候 它的豬肉桌是木造的 一斬的時候 很多木薯會黏在豬肉上 所以我們真的無必在水底裡 沖乾淨 先沖乾淨 我們看看今天煲湯需要什麼材料 今天我用了兩條的粟米 和一條的紅蘿蔔 因為這條紅蘿蔔 它是一份買的 其實它不是這麼大條 它是一大一小的 如果你們是買大的紅蘿蔔 一條的份量就夠了 買紅蘿蔔 買帶泥的紅蘿蔔煲湯 就會比較好些 今天的湯水是補皮胃的 我們經常聽到補皮胃 其實皮胃是什麼呢 以中醫的角度來說 皮虛濕困 濕氣困在身體裡 就會覺得很累 關節會有點痛 究竟皮胃虛藥最容易察覺到的症狀是什麼呢 就是你睡覺時會有流口水的症狀 所以補皮胃很重要的 以中醫的五行來說 皮狀是屬於肚子 肺狀是屬於甘 肚子能夠生甘 所以皮胃好肺部都會間接得益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大家幻想一下 皮狀就等於一個食物的加工廠 你試想一下 如果食物加工廠做得不好的話 就怎樣可以把營養 輸送到你的身體各部份呢 對皮狀有益的食物是什麼呢 就是橙黃色的食物 例如粟米、南瓜、喉頭菇 這些都是對皮胃有益的食物 我們清洗粟米的時候 最重要是粟米酥洗乾淨 一會兒要留來熬湯 因為粟米酥是有泥水 化濕的功效 紅蘿蔔用手擦一下它之後 然後就可以把它刨皮 好 我們就把粟米和紅蘿蔔改刀了 如果平時我不是拍片的話 其實粟米我不會用刀來斬 我隨便拿手咬它兩折就算了 只不過因為拍片 你那些粟米斬到一塊塊小塊 就會比較漂亮 輪到紅蘿蔔 紅蘿蔔熬湯最好就是把它滾刀切 因為你滾刀切 紅蘿蔔熬完湯出來 都不會爛熔熔得那麼緊要 在我們預備其他的材料同時 其實喉頭菇已經浸透了 以及水已經換到清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處理喉頭菇的部分 定的位置我通常會用剪刀剪掉 其餘的部分我用手把喉頭菇撕開一塊塊小塊 待會兒煲湯就方便出味 我今天這個喉頭菇大概有一個手掌大個 即是不算手指 如果你們的喉頭菇是小塊的話 你們今天煲湯就放兩個份量就足夠了 喉頭菇撕到很小塊 我們最重要是把它拿乾水 我們才可以用來煲湯 我煲滾了2.5公升的清水 用來煲湯 看看你自己的習慣 有些人喜歡凍水 齊水落材料 有些人就會像我這樣 煲滾了水才落材料 看看你自己的習慣是什麼 但我也是有看過一些報道 就是說冷水落材料 其實材料的味道煲出來會更加濃 因為材料會隨著水溫升高 一路會釋出一些味道 無論如何不要緊 看看你自己喜歡怎樣煲 但是當然有些材料 有些材料不可以熱水落 例如陳皮 剛才的粟米酥洗乾淨 不要忘記它 我們也要拿來煲湯 今天煲湯 我會用到兩粒蜜棗的份量 事先清洗就可以了 現在蓋上鍋蓋 用中大火 首先煲30分鐘 然後轉小火 煲一個半小時 待會再見 煲了 煲湯 我們就搞定了 total就煲了兩個小時 多一點 其實如果平時我不是拍片的話 煲湯煲好了之後 我關火 我會再煲30分鐘 其實你的湯會濃一點 好喝一點 我現在就炒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老實跟大家說 其實煲湯的豬肉 我真的不太好吃 但我覺得不吃 又好像很浪費 因為它始終都是食物 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畢起它之後 留下明天或後天 我會用來做這個碗仔翅 或者做這個酸辣湯 感覺上沒有那麼罪惡感 大家記住 如果你的煲湯 不是今天喝光 湯渣和湯 最重要是分開放 千萬不要一起放 這個健脾胃的 猴頭菇花生微豆湯 已經完成了 很適合現在忽冷忽熱 濕度有那麼高的天氣 就很好喝了 記得喝這個湯 當時 還記得吃那些猴頭菇 你才能喝到這個湯的精髓 我在這裡再次多謝大家 收看我小廚房煮大餐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就記得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